假如疼痛可以支付 蜡条多少钱 五烟 啊 这么贵 不贵 可以疼痛值支付 真的吗 是的 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哎呦 好疼呀 支付成功二十元 老板 多支付十五元 怎么办呀 小问题 来 估计你 哇 太棒了 只要喝一下就有蜡条吃 还有钱收 老板 我也要体验 没问题 要什么 所有东西都给我包起来 哎呦 这种疼痛你受得了吗 哎 别废话了 赶紧给我打包吧 好吧 这里一共十三万五千元 你开始吧 老板 你还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 来拿着这棍子往我头上打 您确定吗 当然 别磨蹭了 好吧 忍住啊 哎呦 好疼 成功支付一万元 快快快 再用点劲 成功支付十万元 咦 怎么大白天的有心心呀 你还能坚持吗 要不闯买点 老板 快 一鼓作气 成功支付一百万元 我去 顾客你没事吧 快心醒 老板 我没事 支付成功就行 赌予的钱这就给你 你这也太拼了吧 我可是王小呆啊 宝宝们 假如腾空可以支付 你们愿意吗 在评论区下告诉我吧 假如作文字数是你的生日决定 当天 大弟写作文太痛苦 痛苦什么 说你的生日 5月29号的 那你作文就是写529个字 这么多 王小呆 你笑学呢 叫你啊 你笑个屁 你多久 我可是9月29号的 王小呆就写929个字 什么 哈哈 叫你还笑我 老师 我说错了 我 我是1月1号的 真的 肯定是假的 老师 有你什么事啊 我问问你爸就知道 老师 不要了吧 喂 是王小呆爸爸吗 是的 我是王老师 王老师啊 有啥事 我想问一下 王小呆是几月几号出生 他是12月31号出生的 分儿子啊 好的 王小呆你是12月31号的 居然骗老师 作文写1231个字 老师 是我爸 记错了 你爸说的还能有错 我我我 哈哈 你笑啥 你太惨了 是 你能有多好 你能是1月1号的 老师 这是我身份证 我的天 真是1月1号的 作文就写11个字 老师 王小呆昏倒了 没事 就是受了点刺激 一会儿就好了 包包们 你们作文要写多少个字呢 打评论句下告诉我吧 假如一天有48万小时 老爸 生活费 给 才5000 老抠门 你还想要多少 一天有48万小时 一天就吃5万多的饭 哎呀 知道了 报上10万元 这还差不多 这回我们连上一千节数学课 老师 我们不是要上体育课吗 忘了告诉你们 体育课取消了 为什么 隔壁班连上了500节体育课 跑了一万多公里 第二天 一个个都退学了 嗯 爸爸 我放学了 嗨嗨 兔崽子回来了 这老头 你谁呀 快出去 我叫人了啊 我是你爸爸 小兔崽子 我还是你爷爷呢 你个小兔崽子 哎呀 这动作还真是我爸 有话好好说 这一天有24万小时 我都在家等你几十年了 哎呀 褲子怎么长起来 头怎么肚了 你今年都50多了 什么 50多 这也太离谱了吧 宝宝们 假如一天有24万小时 你们会怎么度过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假如粉丝可以当闲花 老爸这次我考试60分 酷崽子 瞎说什么 太阳 变出来了 你看 哎呦 给你爸长脸了 庆祝一下 看看我是谁 快去买两包零食 老板给我来两包零食 一共200块 放在钱 没关系 可以粉丝支付 哎呦 粉丝支付 对 只要200个粉丝就可以了 200个粉丝 黑心店 粉丝就是我的家人 别说200个 一个粉丝 我都不会 不买了 没有粉丝就别瞎闹 别耽误我做生意 哎呦 呦呦 这不是有300粉丝的混世魔王 王小二吗 老板刚刚那个人没有买东西吗 他呀 没钱没粉丝 没买 不会吧 他可是王小呆 拥有一个亿的粉丝的王小呆 怎么会不买呢 什么他有一个亿粉丝 太空门了 他太傻 我就300粉丝就是用来花 给我拿100包零食 好了 扫一下你的 粉丝支付失败 粉丝支付失败 打支付失败 机器出问题了 不是的 难道是粉丝太多了 你这300粉丝 都是非粉无法支付 老板们 如果粉丝可以支付 你有多少粉丝呢 评论区告诉我 假如智商可以支付 老板这些东西 智商支付 好的 准备 小王一边刷牙一边吹口哨 怎么做到的 请五秒回答 这个太简单了 当然是刷假牙了 回答正确 欲数凌风雨 宙第一 姐 就这智商不在话下 买不买东西 松看看西看看的 哼 你这嘴脸不能看 这么骄傲 那我考考你 人们心甘情愿 买假东西是什么 假鞋 错 假书 不对 就这智商还说自己厉害 我智商本来就高 只是我今天不在状态而已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答正确 这样给你五秒时间 回答不正确 就不能给你支付了 打结 我可聪明绝饼 呀 今天什么日子 少废话 把你店里面所有东西给我 我先来的 你 你算什么 考考你 人们心甘情愿 买假东西是什么 哎呀 简单 假牙 哟 老板 假牙 今天我考考你们 如果你们猜对了 今天我就撤 没有就你们的点赞 和你们店里的东西都归我了 这可是你说的 好 个人掉进河里 还挣扎了几下 他从河里爬上来 衣服湿了 头发没有湿 为什么 头发没有打湿 不对 头发戴了帽子 不对 爸爸们快帮帮我 把你们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吗 在评论区下告诉我吧 假如点赞可以当鞋花 老板 面包多少钱 一块面包二百克干 啊 这么贵 可以支付现金吗 不行 只能点赞支付 那便宜点吧 不行 哎 你这什么一块货面包 卖两百个赞 请不信我投诉你 哎 别 只是要二十克赞总行了吧 这不就对了 小姑娘现在你可以支付了 谢谢你王小呆 不用客气 等等 住手 这里东西我全包了 哎 你是谁 凭什么呀 我可是拥有一百万粉丝的大网猴 随随便便就能买下所有东西 你买得起吗 凭什么 我们偏要买 要买也行 一块面包两千克赞 要不然我们还是算了吧 不行 别怕 看看我们谁的点赞高 呵呵 就你 你能有多少粉丝 我虽没你粉丝多 但我的粉丝们可相当给力 哎呦呦 还相当给力的 我怎么没看见他给你点赞呢 哼 老板这家店多少钱 一共需要两万点赞 别 去去两万点赞 对于我来说小意思 对于某些人就不一定了 哼 走着瞧 那我拭目以待 宝宝们 相信你们肯定会帮助我的 为我加油吧 不能让这家店落到坏人的手里 我们一起盘下这家店吧 假如老师是首付 上课不准睡觉 老师 对不起 把你用三百万给我买瓶水去 矿泉水才两块 这不难为我吗 自己想办法 快去 哎 那我去买瓶世界上最贵的水好了 记住 剩下的钱可千万别还我 好 记住啦 给每人一个任务 今天花完五百万 啊 昨天三百万都没花完 今天又来五百万 天呐 还没花完吗 剩多少 二百万啊 今天必须把七百万一起花完 老师 我放学还得去进老院呢 太好了 你帮我给每位老人一百万养老吧 老师 我替那些老人谢谢你 第二天 诶 就这么一点零花钱都不愿意帮老师分担 老师不是这样的 那好 我现在给你们出题 杂脱一个奖励一百万 天呐 这怎么花得完 什么东西越冷越爱出来 北极熊河琴 错 是鼻涕 恭喜你零花钱又多一百万 诶 老师这样的话 那我不就答对一道题就管你一百万吗 行啊 那就再来 什么东西咬牙切齿 啊 老师你怎么能这样 宝宝们 快帮帮助无能吧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假如人生可以导着活 我这是在哪儿啊 宝贝儿子 你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了 吓我一跳 你谁啊 连你爸都不认识了 啊 那为什么你比我年轻呢 我们导着活了 什么 快帮我下去 你太老了 还走不动路 切 我太不信 十年后 总算可以出院了 小呆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我去 你又谁啊 连老娘都不认识了 应该去 别挡路 敢对你老班这么说话 哎呦 我知道错了 快陪我去跳广场舞 我不想去 那我找猪物能当我的舞伴好了 不不不 绝对不行 那你想怎样 走 一起去 这还差不多 三十年后 高速怎么这么难 救救我吧 哎 看来今年又得挂科了 呼呼呼 快醒醒 你可别睡了 下课了 吃饭了 一天天就知道吃 那不然干什么 走 我们去吃酒吧 行吧 十年后 哇哇哇 我饿了 儿子 快喝奶 爸爸 再见了 宝宝们 假如人生可以到这活 你们想怎么活呢 快在评论下方告诉我吧 假如说啥有啥 好饿呀 但我还没做饭呢 要是有炸鸡 汉堡 披萨 可乐就好了 你好 是你点的外卖吗 我可没点过 送错了吧 这是十份炸鸡 一百个汉堡 九十九个披萨 还有五十杯可乐 我什么时候点的啊 哎呀 太重了 请签收一下 哦 是我 一不小心点多了 给您 祝您用餐愉快 哇塞 太棒了 这么多 真好吃 吃太多了 肚子好撑啊 要是明天不上学就更好了 做什么白日梦呢 不上学干嘛 喂 师王老师啊 你好 学校要重新装修 临时决定放假两个月 行呐 我的嘴开光了吧 真的就不用上学了 儿子 快祝老爸中五百万彩票吧 谢 我才不要呢 你又不分给我 你这兔崽子 快把刚才好吃的给我吐出来 如果我有一个新的游戏机就 我才不会给你买 我又没让你买 你好 这是新兴PS100游戏机 恭喜成为首币幸运用户 现在免费送给你 哇 这是真的游戏机 有游戏机玩了 我可太幸福了吧 宝宝们 你们快告诉我 你们如果能说啥有啥 最想实现什么愿望呢 假如全班都是学神 人人考满分 你们要把老师逼疯 老师 不好吗 好你个头 这样我就帮不上网了 老师 我们也不需要呀 王小呆 给你留一万字作文 看你还给我顶嘴 太好了 这张任务太有挑战性了 不敢了吧 我回家是研发一个写作业机器人 救你 别说一万字 就是一百万也不在话下 那就一百万 允讨我亲自检查 没问题 我可是发明大王 老师 你这没难度啊 嘿 我就不信了 你能回答上 老师 出招吧 这篇课文作者写作时 是什么心情 非常复杂 老师 你也太过分了 揭露我隐私 因为这篇课文 就是我写的 对不起 老师忘记你是个文学家 哎 算了 你们太优秀 显得老师是废物 所以我必须要改一下法规 老师 别白费力气 不管你怎么干 我们都适应百分 第一条校规 禁止写作业 看你们还嚣张不 什么 老师 那我们上学就没有灵魂了 第二 每天都上体育课 其他时间你们自行 别啊 老师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 找您上课的错误了 老铁们 假如全班都是学霸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假如游戏世界东西 带入现实世界 要是我有个斗篷 想去哪里去哪里 来 来 来 游戏世界道具随便带 啊 快跑 老板 来两个斗篷 一人只限一次 只能带一件 好的 真帅气 老板 来一个公主 装带魔法属性的 好的 再提示 哇 真漂亮 隐身 老板 把游戏里的钻石 都全部带到现实来 好的 哎呀 我成千万复光了 太幸福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由于领取人过多黄金 和钻石泛滥成灾 现在价格买张纸都不够了 啊 完蛋了 我的天 小兔崽子 怎么回事 我家床怎么换成钻石了 老爸 我没办法了 仓库堆不下 我们家房子都是钻石了 小兔崽子 你妈是不是穿的鞋都是钻石的 是的 老爸 宝宝们 假如游戏世界里有一样东西可以带 你想带什么东西带到现实呢 假如手机电量是你的寿命 哎呀 完蛋了 你剩9%的电了 充电续命同锁5G 老板 赶快救救我 要想充满 只需100亿 什么 你抢钱的吧 爱充不充 反正没命的不是我 那充电宝呢 11亿分钟 哼 这么贵 我不充啦 呜呜 王小蛋 你怎么了 你看看就知道了 啊 手机电量竟然只剩9% 呜呜 呜呜 我只能活9年了 怎么会呢 咱俩一样 你也只剩9%的电了 没有呀 我还是100% 天呐 我到底该怎么办 谁能救救我呀 王小呆 别哭了 我来帮你 就凭你 你都自身难保了 我可是有充电线呀 哎 笨蛋 但附近没有插座 哎呀 还有一分钟就关机 再见啦 我亲爱的爸爸 老师 同学们 王小呆 你自言自语什么呢 我手机要关机了 我马上就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嗨 快来 这里有充电宝 你快拿去续命 老师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刚也没问呀 太好了 谢谢老师 取经一场 宝宝们 假如手机电量是你们剩下的生命 你们是多少呢 在评论区下方告诉我哟 假如考试满分是0分 气死了 老师 怎么了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班 不会吧 咱们班三个人 居然两个人考了100分 老师 这些题目太难 一看就知道答案 不就是答错吗 能有多难 好 下次一定注意 看看王小呆 人家这回可考了1分呢 王小呆好厉害啊 回会都答错 王小呆成绩太好 真羡慕 王小呆 这给的1分 是因为你书面太成结 老师 我下次一定努力考0分 不拿满分看我怎么收手 王小呆 考0分的秘诀是什么 这还不简单 老师说的 你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可是老师说的我都记得住 那你就变笨一点 这招我可以试试 老爸 我回来了 哦 小兔崽子回来了 爸 你看我可考了1分呢 什么 1分就嘚瑟 平时你都考0分 这次怎么回事 哎 爸爸 我是有原因的 别废话 快说 字写得太工整了 下次一定会努力写丑的 这还差不多 爸 我想飞摘快乐水 哥哥屁 等你考了0分再说 宝宝们 你们希望考试满分是0分吗 你又会怎么做呢 请在评议区告诉我吧 假如东西用了之前 老板 相机收不收 收 你看看能不能卖掉 相机老之前了 这是我爷爷传给我的 这相机用了多久了 大概50年吧 我的天 一百万 一百万 那一百五十万 什么 一百五十万 那一百七十万吧 这相机居然值一百七十万 哎呀 小姑娘这样吧 给你二百万 你也别跟我讨价还价了 行吗 我的天 你还钱少啊 这可不行啊 赶紧成交吧 傻子才不卖呢 碰快人 这就把钱打给你 到处二百万 小姑娘 还有什么好东西赶紧拿来哟 没问题 谢谢老板 祝老板生意兴隆 借你吉言 老板 先生 你好 快看看我这块手表值多少钱 好的 没问题 我这手表特别特别好 我看看 这表啥时候买的 这也不就啊 我这手表新的 我才用半个月呢 什么 才半个月 你都敢拿着来卖 我才不收 怎么能不收呢 半个月也是时间啊 年代久才值钱 这些新玩意儿 谁喜欢啊 什么 新的东西还不喜欢 对啊 越久的东西越好 越值钱 越久的东西越值钱 那什么东西才最值钱呀 宝宝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年代有多久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这边说 我们在评论区中心里 那是什么 我们在评论区中心里 有多久的 评论区中心里 我们在评论区中心里 我们在评论区中心里 面评论区中心里 会选择哪个 在评论区下告诉我 假如可以复活一名灵人 天使大人 你干什么 给人类一个机会 不要啊 灵人复活器如果被坏人捡着了 后果将不开设想 好 我已经丢了 哎呀 好疼 哪个缺的人中的东西啊 一 灵人复活器 这是个好东西 哎 爸你手里面抱的什么呀 儿子 我捡了个大宝贝 灵人复活器 爸 我看看 这上面写着 说三次我是猪 就可以触发系统 爸 你赶紧试试 哎 你这小兔崽子 为什么你不是 爸 这可是你捡回来的 哎 你这没良心的 我是猪 哈哈 爸爸你是猪呀 你小子 吃我一巴掌 爸爸我错了 恭喜你 名人复活系统激活成功 请问想复活哪位名人呢 哎呦 吓 吓我一跳 你真的可以吗 那是当然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让我先想想 老爸 我要复活罗伯特 我要阻止他发明作业 不行 我要复活李小龙 跟他学习功夫 复活罗伯特 我是你爸爸 你得听我的 我是你儿子 你得让我 小兔崽子 连你爸爸的话都不听了 哎呀 你们俩就吵死了 不问你们两个了 爸爸们 你们想复活哪个名人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不通学生考试 及格回家爸爸的反应 我回来了 儿子 考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是宇宙第一 那就第二 走 满汉全新安排 不 真的不行 我知道了 全校第一 不是 全班第一非你莫属 也不是 怎么可能 快说你考了多少 才刚刚及格 打死我都不信 试试拿来看看 诶 干吧 老爸 儿子回来了 爸爸 我考试成绩下来了 诶 好 你怎么不问我考试成绩 心里有准备 不就是个零蛋吗 你太小看我了 你那点分还好意思让我猜 嗯 这次不一样 我考及格了 就你 还考及格 那个零是你自己加的吧 不信给你看我的试卷 好啊 敢骗你爸爸 除非老铁们的点赞到 一零零零零就相信 爸 冤枉啊 铁字们快给点上去吧 你看不够 撒谎 看吧 哎呀 哎呀 咱有话好好说 爸 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 宝宝们 你们平时考多少分呢 爸爸妈妈的反应又是什么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假如名字可以换钱 你好 名字换钱 好嘞 我要换房 换车 换 一个字两千万 兑换几个字 三个 我叫两袖清风 六千万给 哈哈 换 你去了 你好 名字换钱 好的 一个字多少钱 一个字两千万 兑换两个字 四千万给你 我天 人去哪了 我就在这啊 你看不见我 这是怎么回事 女士 你叫什么 小丽 完了 你名字只有两个字 没有名字就会变透明 什么 我成透明人了 那我的钱怎么花出去 退货 我要退货 不行 女士 我们这该不退货 物中心 我兑换名字 好嘞 兑换多少钱 嘿嘿 我要当世界最有钱的人 当世界第一土豪 先生 你不行 瞧不起谁呢 不是的 这需要一万个字才行 没问题 先生 这开玩笑不好笑吧 想开玩笑吗 我的天 难道你叫 哈哈 你别说出来 宝宝们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吗 在评论区下告诉我吧 假如全世界只有你是天才 我的天 这是来到了哪里 请听题 零加一等于多少 回答 啊 怎么又是这题 这可也太难了吧 就是啊 这一千年来都没人答对过 我们怎么会答正确呢 零加一不就等于一吗 这位同学 你再说一遍 等于一 同天呀 大弟呀 这一千多年来 终于有人答对了 喂 校长 我们学校出现天才了 好的 你跟我走 去哪儿呀 快走吧 校长就是他了 他回答正确了 太好了 我们学校要出名了 你呀 会被保送到家里蹲大学 哈哈 还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啊 这也太离谱了吧 恭喜我们这位同学获得了近一千年来的第一美天才奖牌 恭喜你 同学 谢谢校长 谢谢 既然这近千年的天才已经出现了 那我再出一道万年难遇的一道难题吧 一个苹果和一个哈密瓜 哪一个杂头会更疼呢 呀 这题有难度 不难 我知道 不要说 让屏幕前的你们来回答 你们知道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吗 在评论区下告诉我 本店最新服务 随心所欲定制你喜欢的梦境 在梦里你可以拥有一切 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定制梦境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白日做梦吗 那我要试试 这位同学 请问你想体验什么样的梦境呢 我要当公主 超级无敌美丽的那种 没问题 马上满足您的要求 白雪公主 您没事吧 白雪公主 我竟然是白雪公主 哈哈哈哈 我终于变成大美女了 坏了坏了 一定是王后的毒苹果起作用了 公主已经发疯了 你说什么 我刚刚吃了王后的毒苹果 是啊 王后刚刚离开 您不记得了吗 我晕 老板 心事肥肥没事吧 没事 只不过吃了毒苹果药水一会 估计一周后就醒了 那该轮到我了 我也要定制梦境 好的 请问你想要什么样的梦境呢 反而我已经当够了 我准备体验一下当神仙的感觉 就是那种能上天入地 本领都强的神仙 没问题 马上满足你的要求 孙悟空又来了 快跑啊 好了 太棒了 我居然成了孙悟空 齐天大圣爱 看看这次谁敢惹我 一着眼猴子 不知天高地厚 快去屋指山下好好反省吧 不是吧 难道我的梦境就是在山下被压五百年了 快放我出去 医生 我最近总是感觉 我先忘记住了 这次是 我先忘记了 这次是 我先忘记了 布 我先忘记了 我先忘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 快救救我吧 现在这样只能住院输液了 真的吗 那我可不可以选择输三美啊 想什么呢 不现在病人只能输苦瓜汁 而且要输八百毫升 天啊 但是我不甘吃了 假如可以按牙齿数量领取礼品 各位父老乡亲看一看啊 咱们大门牙商店开业大筹兵 凡是到店里的客户 都可以按牙齿数量免费领取各种礼品 先到先得 送完为止 哎哟 还有这种好事 可惜我岁数大了 没几颗牙 老板你看看我能领什么礼品呀 老大爷 您这嘴里一共还剩三颗牙 只能送您一副牙刷了 嘿 我这三颗牙还用得着牙刷啊 你可真抠门 走了走了 老板老板 你数数看我有多少颗牙齿 一 二 三 一共二十八颗 恭喜你小朋友 你可以领取一台掌上游戏机 只能领一台游戏机吗 我想要那台巨无法电脑 看着就很值钱的样子 不好意思 那台电脑最少需要五十颗牙齿才能换我 好吧 就是五十颗牙齿嘛 我照样有办法 第二天 老板 我又来了 我想要那台巨无法电脑 还要一台电冰箱 再来一套家庭影院 小朋友 昨天不是告诉你了 你是有二十八颗牙齿 只能领取一台游戏机 那麻烦你再数一下我的牙齿数量吧 我的天 你从哪找来这么多假牙 不光是假牙哦 我昨天还专门去医院削了一百颗口雌牙 现在我的嘴里一共有三百颗牙齿 应该足够拿走这些礼品了吧 都给你都给你 我认输了 假如一天就要写完所有暑假作业 儿子 学校有没有给你们布置暑假作业啊 有啊 今天刚放假 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 我马上就要五伤 小兔崽子差不多得了 就知道完 抓紧写作业 知道了 老爸你快去赚钱吧 你个臭小子 还命令起我来了 暑假最后一天 王小黛 我看你这两个月从早上玩到半夜 几乎废钱忘食了 明天就要开学 你暑假作业到底写没写 哎呀 糟了糟了 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 气死我了 居然还是没写 作业写不完明天老师非得抽你不可 可是老爸 暑假作业太多了 语文要写一百篇作文 数学要写两千道应用题 英语还有八千道选择题 根本写不完呀 哎 没办法 只好我帮你一起写了 这样吧 语文作文和英语选择题我来写 数学你要自己写 好的 咱们抓紧时间吧 第二篇开学 王小黛 你还好意思打瞌睡 你看看你的暑假作业都写了些什么 语文作文一百篇 题目都是有钱的爸爸 特别有钱的爸爸 超级无敌有钱的爸爸 你的爸爸难道是比尔盖茨吗 不好意思老师 是我拖懒了 语文就算了 还有英语的选择题 你难道是闭着眼选的吗 老师 选择题我应该能更一部分吧 对什么对 我就没见过能从ABCD四个选项里 选出EFGH的学生 你给我面壁去 什么 老爸 你好歹看看题目吧 假如能从食物中获得超能力 王小呆 你怎么这么高兴 美恨 我掌握了一下神秘的技术 可以通过吃东西获得超能力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睡迷糊了 当然是真的 昨天老师留了那么多作业 我一道都不会做 结果吃了食品脑白银之后 我顿时就清醒了 而且所有题目的答案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一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 哇塞 这么神奇吗 还有更神奇的 今天早上我骑晚了 没能敢上公交车 气得我一口气吃了100条土力架 结果马上很嫂鸡了 火力无限 从车站一路狂奔到学校 一路向交过了50辆跑车和80辆小轿车 天哪 你简直就是超人 对对 新末考试之前我还准备吃一双红热尔克 你疯了 为什么要吃鞋子 因为我要脱臂一号 切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要不你现在就给我表演一下吧 没问题 等我吃了这500包跳跳的 糟了 老师来了 谁 是谁把教室的房顶铜破了 是我老师 我轻轻一跳就这样了 王小呆 你太过分了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老师别着急 等我吃完这盆麦炫 你给我站住 不好意思老师 我根本停不下来了 假如穿越岛一千年以后 我刚刚还在去学校的路上 怎么突然就跑到这里来了 小伙子 你穿得好奇怪啊 看上去不像正常人 我不像正常人 才什么玩笑 我可是2021年的星星人类 从小抱着iPad出身的哦 2021年 今年已经是3021年了 什么 我竟然来到了一千年以后的世界 别害怕 先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丢东西吧 课本 文具盒 手机 还好 都没有丢 你刚刚说这个小方块叫做手机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你居然不知道手机 当然是用来打电话的啊 不信我给你展示一下 喂 老爸 你小子跑哪去了 老实说你旷课了一上午 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人说话 难道你把他们关在了里面 你真的是3021年的人类吗 怎么会问这么白痴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时代资源紧张 基本上是要啥啥没有 好吧 我没有工夫给你解释 得赶紧想办法回去上课 不然又要非请家长了 那请问你可以把这个手机 留给我做纪念吗 我要把它变成传家宝 传给我的子子孙孙 这 好吧 看你们这么穷 就送你了 请注意 时空裂缝开启 到75 4 3 看来我得赶紧走了 记得给我打电话哟 再见 再见 哈哈 又碰上一个傻小子 这股东手机怎么也值1000万 我发达了 假如按考试成绩抽红包 同学们注意了 本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为了鼓励大家认真学习 老师特意设计了一红一黑两个抽奖专区 老师 那就两个抽奖专区有什么区别吗 红色专区是给成绩在90分以上的优秀同学准备的奖励区 而黑色专区则是给不及格的同学准备的惩罚区 惩罚区 看来黑色专区里肯定没有好东西 好了 现在我们来公布分数 西施肥肥 语文95 数学98 英语96 恭喜你三颗成绩都超过90分 可以在红色专区抽取三个红包 哇塞 太好了 看看我的手机怎么样 厉害呀肥肥 你抽到了两个一万元的现金红包 和一张独一五二的放假卡 老师 什么新放假卡呀 顾名思义 有了这张卡 想什么时候放假就什么时候放假 最常可以放假三个月 太棒了 谢谢老师 下面是玉树林峰 语文65 数学60 英语59 由于你的英语没及格 所以需要去黑色专区抽取一个黑包 好没 英语只差一分就及格了 不好意思 玉树林峰 你抽中了体能测试卡 现在立刻去操场跑十万米 十万米 我晕 王小呆 语文33 数学91 英语12 小呆同学 你需要在红色专区抽取一个红包 黑色专区抽取两个黑包 千零零地零零 希望我的运气能好一些 什么 操作文一千遍 扣除零花钱五千元 诶 转移卡 这又是什么东西 恭喜你王小呆 转移卡可以把你抽中的乘法转移给任意一个人 他必须无条件帮你完成 那还用选吗 老师就决定是你了 一个臭小子 我这个月的工资又没了 好困啊 昨天熬到凌晨两点半 还把数学老师布置的七千道应用题写完 眼镜都睁不开了 那算啥 我可是写了整整一个通宵 早上六点半才写完 睡了二十秒就跑来上课了 我的天 那你上课犯困怎么办 会被老师骂的 嘿嘿 我才不怕呢 就在昨天晚上 老爸看我太辛苦 一气之下花了五百亿 买下了咱们的学校 现在我爸就是咱们的校长 真的吗 那一会儿可有好戏看了 王小呆 你给我站起来 昨天作业写得一塌糊涂 还敢在课上睡觉 老师 你还好意思说我 换你一晚上写七千道应用题 估计今天早上都爬不起来了 居然敢这样和老师说话 你等着 我去把校长找来 我管不了你了 我儿子这么就管不了 你是谁 看好了 我是你们学校新上任的校长 啊 校长 这是个误会 回办公室面壁思过吧 老爸你太帅了 哈哈 这算啥 我宣布 从今以后 你们的课表里只会有体育课 美食课和游戏课 其他课程比例取消 上学放学的时间随便 而且永远没有作业 耶 老爸万岁 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样的课表吗 喜欢就点个赞吧 假如可以灵魂互换 这两天老师留的作业越来越多 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凌晨才能写完 就是 一点也不提亮我们 今天他要是还留这么多作业 我就要用这个宝物了 这是什么宝物呀 累了 这是灵魂护外器 最新的高科技产品 只要轻轻一按 就可以让两个目标的灵魂转换 哇塞 这有这么神奇吗 安静 安静 接下来咱们布置一下今天的家庭作业 选择提500道 前控提1000道 低用提8000道 老师 您留的作业太多了 每天熬夜都写不完 我三天加起来才睡了10秒钟 好什么 你是学生 学生就要写作业 好 那我要使用了 灵魂互换 我 我怎么成了王小呆了 王小呆 你手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你就别管了 现在我和你灵魂互换 按照老师刚刚的说法 学生就要把作业写完 现在请老师马上把今天的作业写完吧 我的天 这怎么可能写得完 我为什么要留这么多作业啊 最恨 老师 你应该体会到学生们的辛苦了吧 从今天起 每天的作业量不能超过三个字 不然的话 我还会用灵魂交换器哦 警告 警告 交换器电量耗尽 灵魂交换器 王小呆 你给我过来 啊 老师我错了 这什么假冒伪劣产品 不是说好了可以用一年的吗 同学们 根据最新校规 从今天起 咱们所有的作业都要换成零食了 真的吗老师 意思是以后我们回家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作业可以不写了 暂时必须要把发下来的零食吃光 嘿嘿 不是我吹牛 论写作业我可能排不上后 但要说吃零食 学校也没有我的对手 王小呆 你不要高兴的太早哦 我从一岁起就开始吃零食 一包薯片我只需要两秒就可以吃完 看来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涨啊 这是咱们今天的零食作业 大家一定要按时完成热 麻烦太丰盛了 马上开吃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几天咱们的作业量越来越少了 是啊 而且昨天我吃的薯片居然都是过期的 我更惨 饮料瓶里居然装的全都是谁 同学们 我来给大家布置作业了 老师老师 这是一定要给力点哦 多棒一些作业 我们保证都能吃完 好 好 不是吧老师 昨天还有薯片和饮料 今天怎么只有棒棒糖了 而且每人只有一根 哎 同学们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 由于你们太能吃 这一周光咱们年级就吃掉了十吨重的零食 学校已经破产了 明天大家都不用来上课了 耶 终于不用上课了 可惜也没有零食吃了 不用担心 大家可以转学 让我努力把全市所有的学校都吃倒闭吧 同学们 今天体育老师有点事 我来替他上课 狗白样 体育老师又有事 这一个学期他至少请了一百天的假 难道他工资都不要了吗 别傻了 体育老师又没有事 还不是其他老师说了算 别着急 看我的 你能有啥好办法吗 嘿嘿 你别忘了 今天轮到我当校长了 艺术林峰 上课时间 你怎么还站着 老师 这节课就应该上体育课 你可以回去了 我说你 哎呀 不好意思 今天您是校长 看我这记性 知道就好 不光今天上体育课 你这学期的课都可以不上了 单周换成体育课 双周换成游戏课 再给同学们一人配一部游戏机 校长 我不上课 工资还拿不拿呀 你放心 只要你听指挥 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 工资可以照拿 哇塞 校长英明 我早就想这样了 呆呆咯 小意思 王小呆 咱们这么多年同学 我必须照着你 说 还有啥要求 我都帮你实现 咱们的作业太多了 能不能减少一点 每天上课六点半就要起床 困得要死 能不能多睡一回 哎呀 太麻烦了 直接想全校广播 从明天开始 全校放假 先放个五年 等大家休息得差不多了 再开学 太爽了 回家睡觉去了 铁牛 你快回来 咱们的儿子出生了 真的 我现在立刻就往家里赶 妈妈 你在和谁打电话呀 哎呀 这一转眼儿子就长这么大了 我刚刚在和你爸爸打电话 爸爸现在在哪呢 不管他了 你得赶紧学习 这是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书 二十秒内赶紧看完 这也太难了吧 你是我亲妈妈 倒计时结束 现在赶紧换衣服 这是你爸的西装 为什么要穿西装呀 出门找工作呀 顺便找个女朋友 两分钟内领证结婚 这也太着急了吧 再说我向那去找女朋友呀 那我可帮不了你 加油吧 别一步小心成了光棍 那我还等不等我爸呀 看你们父子的缘分吧 能碰上就碰上 碰不上我就给你发张他的照片 那我结婚你们还来不来 想什么呢 我和你爸的抓紧退休养老了 我们还打算去隔壁小区旅游一趟 你结婚给我们打个电话就完了 好吧 让我这就走了 老爸 儿子 你都长这么大了 哎 爸爸还是跑得太慢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我已经读完大学的书了 我妈让我现在去找工作 再顺便找个女朋友 那就赶紧去吧 这事可耽误不得 老爸 你不指导我一下吗 我可没有时间 我得抓紧回去陪你老妈旅游 自求对付吧儿子 假如上课可以成会员 同学们 今天咱们继续讲上次的题目 爱爱爱 王小呆 你要干什么去 老师 我又去上厕所 你课间干什么去了 现在是上课时间 不能上厕所 老师 我可是超级会员 应该享有上课开小差的权利 呵呵 不好意思 小呆同学 你的这张超级会员卡 是听语课的 我这是数学课 用不了哦 什么 会员还有科目的区别 我在教导主任那充钱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告诉我 你们不要说话好不好 我睡不着觉 稀释肥肥 谁允许你在课上睡觉的 不好意思老师 我是咱们年级的白金会员 而且是全课目的哦 随时随地都可自由安排时间 好吧好吧 你接着睡吧 咱们都出去上体育课吧 男生打篮球 女生跳皮筋 多好 艺术临风 你一直在吃东西 现在还想把数学课换成体育课 老师 我可是学校的钻石年费会员 钻石年费 你小子又在胡边乱造吧 咱们学校哪有这么离谱的会员 别人是没有 但是我老爸是学校的终身荣誉会员 所以我想要啥会员 就有啥会员 我的天啊 这都是一群什么孩子 宝宝们 假如你在公司或者学校 你希望是什么会员 王小呆 我买了点零食 一起吃吧 干好了 感谢感谢 喂 肥肥 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快 你不知道吗 零食的保质期只有30秒了 不抓紧吃 钱就白花了 什么 你干嘛不早说 哎 紧敢慢赶 还是浪费了一刀辣条 肯定不能吃了 哎呦 可跑死我了 还好没吃到 玉树临风 你怎么又来晚了 这能怪我吗 我老妈忘了叫我起床 我一路狂奔才没吃到 饭都没吃 饿死我了 哎 这是谁的辣条 我先吃一口啊 林 这是我两分钟前买的 早就过了30秒保质期了 呸呸呸 你怎么不早说 这一会拉肚子可怎么办 玉树临风 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吃哪里不舒服吗 老师 我吃了带过期的辣条 不行了老师 我得赶紧去厕所 王小呆 一会帮我送点纸过来啊 哎 跟大家说了多少次了 千万注意食物的保质期 30秒内必须吃完 不 这水怎么是臭的 老师 这瓶水好像是 昨天您上个单来的 哎呦 我这个脑子 不行了 我也得去厕所 王小呆 一会送手指的时候 记得给我也带一份 老板 听说现在买东西 可以选择粉丝支付了 没错 而且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买不当我 真的吗 那我要一台有10万个游戏的超级游戏机 没问题 请支付粉丝10万粉丝 哈哈 我现在有50万粉丝 可以买50台游戏机 10万粉丝支付成功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 哇塞 好大一个变形金刚 这个多少钱啊 这是咱们仿真度最高的变形金刚 价值2万粉丝 虽然有点贵 但是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我要了 恭喜你 由于消费粉丝数超过2万 你现在可以浏览咱们的VIP商品了 居然还有一天剑和屠龙刀 还有火箭炮 等等 这辆宝石结多少钱 我要了 不好意思 这辆宝石结上周已经被人预定了 我不管 他出多少粉丝 我可以出更高 上周那位先生的出价是20万粉丝 你等等 我这就去想办法 哎 老爸你来得正好 我想找你借20万粉丝 臭小子 你这狮子大开口啊 干什么要这么多粉丝 嘿嘿 我想买那辆超帅的宝石结 我看你像宝石结 小孩子家家哪里需要这么贵重的跑车 再说 粉丝都是咱们的一世父母 你在消费的时候必须要慎重 该买的买 不该买的绝对不买 那老爸 等我有100万粉丝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买了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这辆宝石结是我定的 瞧一瞧看一看了 本店专营各种补习小吃 科目丰富 包吃包回啊 老板 我儿子今年刚上初中 吃点什么科目好呀 这得看他哪方面需要补习了 要我看 他除了体育都得补习 老爸 都是男人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你就知道要面子 考不上高中你就傻眼了 老板 我看看点课单 都有啥好课 这季度咱新推出了几样招牌课 数学炒英语 窝里半化学 所留生物 再来上一碗闷语文 那叫一个高校 吃过的学生都说好 那就先来你说的这几样吧 老爸 他这颗看上去都不太新鲜呀 卖相也不怎么样 你就别挑三减四的了 那些补习大饭店咱学不起 咱就点这路边摊 不然你就等着不及格吧 不 这个醋溜生物也太酸了吧 语文也没有作书 里面的字都没有拼音 数学共识怎么都是英语字母 我本来英语就差 我的天啊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要不说你基础差 还是学得太少 老板 再来一份体育高汤 给他提提神 好嘞 儿子 儿子你怎么了 爸爸 床前明月一百二十三 和露西风二氧化断 宝宝们 你们以前补课经常补的是哪一颗 加入手机号码后两位是结婚年龄 通知了 通知了 由于全球人口单身过多 经过多轮投票 现在决定结婚年龄 有电话号码后两位来决定 少 少 结婚年龄有电话号码后两位决定 我得回去看看 我的电话号码后两位是什么数字 我找找看 找找看 哎呀 我的电话号码在哪了 哎 儿子 你在干嘛呢 找啥呀 爸爸 我的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儿子 你没有电话呀 啊 我没有电话号码 那我怎么看我电话号码后两位数字是什么呀 为什么看电话号码后两位数字 爸爸 我想看看我啥时候能结婚 天天的 不好好学习 还想着结婚呢 你还是未成年 老爸刚刚通知说 电话号码后面两位是我的结婚年龄 什么 你确定不是拿电话号码去找着物能 不是的 是真的 你等着 我出去看看 哎呀 儿子还真是呢 我还错怪你了 等着 爸 你快看看是多少岁呀 电话号码后两位是99 我的天 爸爸 你快醒醒呀 哎呀 原来是在做梦呀 还好 还好 你不是在做梦 你是被吓阴了 什么 宝宝们 你们电话号码后两位是什么数字呢 你们是多少岁结婚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假如放一个屁就过去一年 小兔崽子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来 突然鸡毛胆子伺候 哎呀 爸爸 这不是才五点吗 让我带你一回 这都2022年了 赶紧起来吃饭了 什么 今天不是2021年吗 哎呀 兔崽子 你忘了吗 放一个屁就会过去一年的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爸爸你做了啥好吃的呀 爸爸 给你做了凉拌胡豆 哇 老爸 太棒了 我最爱吃凉拌胡豆 吃完饭后 老爸 你做的凉拌胡豆就是好吃 喵喵喵喵喵喵啊 哎呀 儿子爸爸刚刚不小心又放了一个屁 又过去一年了 现在是2023年了 赶紧去上学 老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本来我还能多玩几个寒暑假的 现在好了 好学校 同学们 暑假已经结束了 现在你们就要认真的开始上课 哎呀 肚子不舒服呀 完了 肯定是我爸做的凉拌胡豆吃多了 现在好想放屁呀 好了 同学们 现在老师开始讲课了 不行 呜呜呜呜呜 我快憋不住了 哎 王小呆同学 你什么表情呀 你怎么了 老师 呜呜呜 我没事 那好 那我开始上课了 哎呀 真的不行了 憋不住了 哎呀 舒服多了 我的天 老 老师 你怎么老了呀 比方300多个屁 这都过去300年了 什么 300年 就怪老爸给我知道了多凉拌胡豆干嘛 宝宝们 假如放一个屁过去一年 你们愿意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同学们 今天咱们要进行一次阶段考试 测一测大家的水平 哦 请注意 为了给学生减负 学校规定一学期只能举行一次考试 若有私自举行考试的 每发现一次 将扣1000元 并自动给学生放假一天 什么什么 不考是我怎么看得出学生们的水平啊 那我管不着 老师老师 久久惩罚表我背的差不多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用 咱们偷偷搞一次测验吧 警报 警报 检测到王老师私自举行考试 扣数扣1000元 学生自动放假一天 我刚把卷子发下去啊 那我管不着 老师老师 这是我家乡的特产 考试子 您尝尝看好吃不 哎呦 谢谢猪同学 嗯 味道真不错 老师 您吃得些傻呀 考试 警报 警报 检测到王老师意图举行考试 扣数扣1000元 学生自动放假一天 是考试子 不是考试 那我管不着 哎 总算挨过了这个月 领完工资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王老师来了 是啊 财务姐 麻烦把这个月工资给我吧 好的 根据系统计算 您这月工资是扣3000元 什么 怎么可能是负的 因为您本月一共 有三次私自举行考试的行为 共计被扣出工资3000元 那我也还剩1000元工资啊 是这样 在自动放假期间 王小白替手不小心砸碎了人家的车玻璃 额外赔偿损失1000元 这也算在我头上啊 宝宝们假如考试只考一次你愿意吗 同学们 根据最新的校规 大家将按照上次考试的成绩选取超能力 首先 由我来公布成绩 赛希师同学 到 语文100 数学100 音语也是100 恭喜你 可以在优秀区认选三种超能力 老师 我选快速记忆 瞬间移动 还有预言术 好孩子 再接再厉 下一个 王小呆 到 语文66 数学66 音语66 666 居然都及格了 看来不会就得瞎懵才 嗨嗨 你的成绩还挺平均的嘛 你可以在及格区选择两种超能力 我选择空取物和力大如牛 听着就帅气 符合我形象 好 下面是诸无能同学 语文22 数学22 音语22 这成绩 你就在不及格区选一种超能力吧 这也算超能力啊 我就选上厕所代指吧 同学们 接下来 我们要公布第二次考试的成绩了 老师 能不能先公布我的成绩 可以啊 诸无能 语文0 数学0 音语0 什么 不可能老师 我的应该都是满分啊 嗯 你是不是以为偷到试卷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在考试之前赛西师同学就用预言术看到了你的作弊行为 所以 卷子早就被更换了 居然被抓爆了 不管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 往哪跑 甚至一动 回来把你格工取物加力大如牛 还想跑 作为惩罚 这一年的黑板都由你来擦 宝宝们如果你选择超能力选择什么呢 爸 我回来了 等下回来 这种饭太热了凉 凉了热 现在是浆糊了 这能怪我吗 咱家住一百八十发楼 那个破电梯还坏了 我足足爬了三个月 算了算了 好歹你们已经放暑假了 想去哪里玩呀 嘿嘿 我想去迪拜玩 听说那里的人都可有钱了 付得流油 没问题 喂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 爱爸爸 你怎么长出白头发了 我天啊 这般飞机居然飞了二十年 我已经六十岁了 我居然也长出了胡子 您好 您好 我是时光小学的教导主任 请问王小黛是您的孩子吗 他已经旷课二十年了 请问这边还需要继续保留他的学籍吗 需要需要 穷啥不能穷教育 我们这就赶回去 嗨嗨 我终于回来了 您好 嗨嗨 我来学校报到 该找谁呢 您好大叔 您是来上学的吗 是啊 是这样 这边的学校两年前刚刚拆掉 现在准备建一个敬老院 不买的 上个学怎么就这么难 算了 正好我也上算数了 就在这个敬老院住下吧 不好意思啊 这个项目预计需要二一三年人才能完工 恐怕您租不上了 宝宝们假如一天只有十秒 你想做什么 儿子 暑假已经结束了 赶紧去学校 好的 爸爸 老师 我是王小黛的爸爸 给王小黛报名上学 去挂号处排队拿号 老师 挂个号 挂几年级 七年级 要特级教师的号 还是普通老师班的号 特级教师的号 好的 挂号费八十万元 去二楼登机面试 1573万8742号 王小黛 老师好 我是王小黛的爸爸 想报个名 孩子什么情况 数学 语文 得知体美都优秀吗 老师 这是孩子上学期的成绩单 各科都达标 没问题 不行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检查报告 得重新验一下 这样我给你开个单 你先带孩子去验一下 然后再过来登记报名 数学测试 语文卡 英语扫描 一共二百三十万 现金还是扫码 扫码支付 支付成功 老师 麻烦你看看检查结果 数学 语文 外语这几颗都挺正常的 只是我看着孩子智商有点问题 语文卡 有个进度 托我们班的后腿 这样你再带他去查一下智商 就在楼下 老师 我家孩子智商没问题 可以给登记报名了吧 诶 没啥大问题 这样 我已经给孩子登记了 你拿着报名表去缴费 然后去教务处办理报名手续 孩子 走 已经给你扮王报名手续了 准备开始上学吧 要吧 我都三十八了 我还读啥书了 宝宝们 如果挂号 你想挂什么课 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的枪系老师 女特工老师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不枪之王AK47的用法 老师 为什么叫他不枪之王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AK47的威力特别大 只要被打中一枪 就没希望了 首先 大家要注意 每次准备开枪之前 都要把这个保险开关打开 这样才能打出 啊 老师 有老鼠 啊 哪里有老鼠 哪里 看来老师说的是真的耶 果然一枪就晕倒了 不 不 不好意思同学们 女特工老师老师出了点意外 我叫马 马达哈 接下来的课程就久 就由我来带大家完成 老师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同 同学 你从哪呢 哪拿的这个 刚刚从老师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 听我 说 千万别 拉 拉 拉什么 拉这个环吗 别 坏人 坏人了 儿子 听说你们学校新开了一门特工课 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学的知识都很新奇 就是有点废老师 宝宝们假如学校开设特工课你会愿意吗 假如未来的学校可以像买东西一样选择 爸爸 爸爸 我要去选一选学校报名上课 走吧 儿子 我们来选一下班级 学校有免作业班 免考试班 你想去哪个班级 肯定是去免考试班 不用考试 这也太爽了 姿爷 行 我这边先来记录一下 选完班级 咱们再来选一下班主任 当然了 我们学校的班主任有唱歌的 跳舞的 还有画画的 鱼鼠外特色班主任 这位同学你想要什么样的班主任 必须是唱歌的班主任 好的 你这边班级和班主任都已经选完了 我这就给你分班了 来 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好的 我们学校是免费提供早餐和午餐的 每日或时有汉堡 炸鸡 披萨 牛排等 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选择 哇塞 哇塞 这也太丰盛了 恭喜你王小呆同学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员 谢谢 爸爸 我可以把我的好朋友玉树林峰 十六姐都叫来上学吗 当然可以了 通知通知 凡是今天报名的同学可以报一赠一 甭买的 宝宝们希望什么类型的老师当你们班主任 评论区告诉我 咱家一万个公司又赚了十万亿 一天天的 你这个败家子这么多钱啥时候才能花完 给你一万亿 你今天要是花不完 你就别任我这个爹 爹 我错了 以为能赔二十万亿 结果一不小心就赚了十万亿 你说咋办 我爹让我一天花光一万亿 花不完就不认我了 小意思 不就是花光一万亿吗 我教你怎么一天花完 天哪好大的雨 这可咋回家 我爹开我家唇钻石 大头的兰博基尼来接我 你爹来接你吗 我家没有车 你刚才不是吹牛逼 家里连个车都没有 还吹牛逼 我家的宇宙飞船来接我先走了 拜拜 儿子怎么样了 一万亿花完了没有 怕我全都花完了 儿子好样的你都干什么了 我坐飞船顺带去火星晚一天 现在还欠人家两万亿 儿子干得好 懂得帮家里分担压力了 可是我在我们家的客厅里路 你旁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旁边有三座山四片湖 咱家客厅有两万多座山 三千多片湖 鬼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地方 算了 今天爸爸高兴 你就站在那不要走动 我让管家带着三万名保安 别碗条搜救犬去找你好了 谢谢 如果有吹牛比赛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参加吹牛大赛 请上台 大家好 我叫玉树林峰 你们的吹牛国王 大家好 我是只恨自己太倔强 宇宙第一寂寞的高高手 人送绰号 一面小飞龙的王小丹 鼓掌 我 这位不是大明星王小呆 你也来参加吹牛比赛 是的 我王小呆的实力凶得很 吹牛国王的称号 讲信我的 你 回家去做梦吧 好的 吹牛比赛现在开始 银河系是我家停车场 整个宇宙都是我家飞船停车场 我是停车场的爸爸 你 还怕 王小呆犯规 他犯规 占我的便宜 对不起 这是一个吹牛的游戏 不够成犯规 哼整个地球都是我的 你的粉丝也是我的 哎呦 还想要我的粉丝吗 赖羊是我家微波炉 南极和北极是我家的两个带电冰箱 黑胡是我和我爸洗完澡之后留下的 我家房子是用金砖建造的 我家造金砖的 恐龙是我的宠物 我家牛会飞 我家鸡可以打赢美洲宝 我家里面吃的食物都是恶魔果实 月亮是我的家 巢鹅是咕咕 我的脸皮比宇宙还厚 宇宙恐龙截团和终极贝利亚都是我打败的 我的钱比圆周率还多 呜呜呜呜呜呜 哈哈 王小呆 回答不了吧 王小呆 如果你不能回答 你会输的 哎呦 有些人有这么多粉丝 还是输给了我 谁说我输了 就像你说的 我王小呆有很多粉丝 宝宝们 你们吹牛能不能比运输林方还要大 在评论区告诉我 假设有一样东西的价格能回到十年前 太贵了 你一包蜡条要卖十块钱 小朋友 现在的价格是这样的 服务员小姐姐 能便宜一点吗 你有多少钱 两张一块 小朋友 我们是品牌房城 就算是品牌的 也太贵了 哎呀 辛辛苦苦存了半个月的钱 连一包蜡条都买不到 哎呀 我知道什么东西 你好 我是大力神阿拉丁神灯 什么 你是传说中的阿拉丁吗 是的 今天你我有缘 我能满足你三个问题 真的吗 太棒了 你真的能满足我三个问题 是的 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还有两个问题 什么 已经开始了吗 能否重新开始 不行 第二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能不能好好说话 能好好说话 三个问题已经回答完了 再见 哎呀 出来吧 出来吧 小朋友 别用暴力了 前面的问题都不算 我也不问三个 只有一个可以吗 这个 想想 想想 如果你不同意 我会继续使用暴力 没问题 你说 让蜡条的价格回到十年前 好的 价格已经回到十年前了 这么快 我回去看看 给我一包蜡条 好 一块钱 真的回到十年前的价格 太棒了 宝宝们 你们希望什么物品价格回到十年前 评论区告诉我 假如一天花掉两千万亿 老爸 我回来了 怎么样 钱花光了吗 老爸 我买了五千栋房子 七百艘游艇 一千辆跑车 一万家上市公司 三百亿的钻石 还有一千万亿没有花 什么 汪小蛋你说还有一千万亿啊 这点钱你都花不完 你还有什么用 出去 没花完 不要回来 诶 真是没用 诶 还有一千万亿怎么花呀 诶呀 肚子好饿呀 老板给我来份披萨 好的 给你披萨 喂 你等等 你还没给钱呢 嗯 对对对 老板我这就给钱 收款大账五个亿 什么 五亿 先生 你多给了四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九十元 这就退给你 别别别 老板 算我求求你了 别退了 你就算帮帮我 行吗 我还有一千万亿没花完 没花完了 我老爸不让我回家 诶 王小蛋 你花钱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免得你到老了也花不完 所以老爸把火星给你买下来 把钱花完了 老爸 你那来那么多钱呀 你想知道吗 那老爸告诉你 王小蛋 快起来 啊 原来是一个梦哦 王小蛋 老爸问你 我藏在鞋队下面的五十人不见了 是不是你拿走了 老爸 我可没有拿过 哎呀 一定是被你老妈发现的 不行 我要去找回来 宝宝们 你们有一千万亿会怎么花 假如全班都是有钱人 哎呀 好烦呀 老师布置这么多作业 这得写到啥时候 喂 天天最近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了 是啊 谁说故事呢 我雇了五十个人给我写作业 到现在都还没写完呢 哼 这些老师天天布置那么多作业 烦死了 管家 管家快过来 少爷 你有什么吩咐呀 你去想办法去收购我们学校 让我来当校长 好的 少爷 你放心 绝对给您办好 王小呆 你居然又不叫作业 现在居然还在那儿给我玩手机 去把你的家长给我叫来 老师 我看不需要叫我的家长 应该把你的家长给叫来 什么把我的家长叫过来 谁让你这么说话的 哎呀 老师你先别生气 让他来给你解释解释吧 哎呦 校 校长您怎么来了呀 是这样的王老师 我们学校已经被王小呆的爸爸给收购了 现在他是校长 什么把学校收购了 老师听到了吧 去把你的家长给叫来 好吧 同学们注意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了 我今天要把学校名字改成吃货学校 同学们 你们还要什么想改的 把数学课全部改成体育课 英语课改成玩手机课 语文课改成吃零食课 还有 以后学校不要再布置作业了 嗯 不错不错 和我的想法一样 哈哈哈哈 宝宝们你们觉得这样改相归可以吗 同意就点个赞哦 假如你穿越到2600年 老爸你看什么书 儿子你看着600年前的一本书 现在就值100万 啥 啥 600年前的东西那么值钱吗 当然 时间越久越稀奇的东西越值钱 很古董的 真的吗 老爸 我感觉我要发财了 儿子 你怎么就发财了 不行 我回去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这小兔崽子 一天天不知道抽什么疯 我的这本十万个为什么 到600年后不也值100万吗 时光机启动 想穿越到600年后 请问现在是何年 现在是2520年 600年后 什么600年后 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东西 这个吗 十万个为什么 什么是十万个为什么 能让我看看吗 居然是2020年的 这个东西卖吗 你能给多少 200万啊 200万买 请问你是现金支付还是 那都是古代人用的了 我们现在流行打脸支付 宝宝们你们家有什么古董 评论区告诉我哟 假如粉丝可以当钱花 哎呦我的天 这是哪里 你好 这里是2121年 什么我居然来到100年以后 老板把你这里的东西 全部给我包起来 我又在家里面开派对 哎呀 大客户啊 好的这里一共100万 请问您是现金支付还是 当然是粉丝支付啊 哦好的支付成功 哎 粉丝就像你的亲人一样 他们就像你的家人对你好 你为什么要刷走他们呢 哼 这年头谁何钱过不去啊 况且我爷爷给我 留了五个亿的粉丝给我 什么花都花不完 你爷爷是谁 王铁牛 什么 你爷爷是王铁牛 老板 快快快 把刚刚那的200万粉丝给我退了 哎 哎哎 你干嘛呢 我管我的粉丝关你什么事啊 干嘛 我干嘛 我就是王铁牛 我们家子怎么会有你怎么一个败家子 爷爷 我怎么会把自己的粉丝留给你呢 他们可是我最重要的粉丝 最重要的人 你不知道吗 他们这么重要 为什么他们不给你点赞呢 谁说不点赞啊 如果这条视频超过十万 你就立马给我的粉丝道歉 好 超过十万 道歉就道歉 宝宝们 你们一定要给我冲啊 如果身份证后两位是你的脱单的日子 注意注意 随着全球人口的逐渐增加脱单迫在眉睫 我们进行投票 现在脱单年龄由身份证的后两位数字决定 什么 脱单年龄由我的身份证的后两位数字决定 我得回去看看 我的身份证的最后两个号码是什么 我找找干 找找干 哎呀 我的身份证在哪里 嗯 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 儿子 你没有身份证 啊 我没有身份证 我怎么看我的身份证的最后两位数 为什么你要看你的身份证的最后两位数 爸爸 我想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脱单 你都努力学习 天天想着脱单 你还是个未成年人 存理通知 身份证后面的两个是我们的脱单年龄 什么 你确定你没有用身份证玩游戏吗 不 是真的 等等 我要出去看看 我 我真的错了 我冤枉了你 等等 爸爸会给你拿的 爸爸 看看多少岁脱单 身份证上的最后两个是九十九岁 我的天 爸爸 醒醒 不 我在做梦 还好 还好 你不是在做梦 你吓晕了 什么 宝宝们 你身份证的最后两位数字是什么 你几岁脱单 在评论部分告诉我 如果你每天花五万亿人 我的钱不能存入银行 为什么 银行放不了 看啥快去花钱 爸爸 你到底有多少钱 多久能花完 按照你每天花费的速度 至少需要五百年 所以从今天起 你每天必须花费五千亿元 啊 五千亿 管家 帮帮我 现在我爸让我每天花五千亿 我花不完太难了 少爷 你买的那些东西 三亿纯钻一百八十八亿的跑车 十亿的火箭 当然花不完了 如果你这样买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花掉 你说什么 少爷不能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地球之上 地球花不完的 去光之国吧 对啊 终于回到地球了 儿子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是你爸爸 你失去了记忆吗 爸爸 你是怎么变老了 你在过去的六十年里面到哪里去了 啊 六十年了 这不是才过去两年 管家没告诉你我两年之后回来吗 管家早就走了 我想你一直担心花钱的问题 我花了你所有的钱在光之国建了一座城市 你现在多给我两亿元吧 这些年我一直在家种地 不予为生 我在光之国待了两年 儿子光之国待一年 地球就三十年了 原来是一个梦呀 你干嘛 我要花钱去了 你不是让我每天花五千亿吗 算了你别去了 我还是自己花 宝宝们 如果让你每天花五千亿 你最想买什么呢 评论区告诉我王小黛 假如一天需要花光五千亿元 什么我的钱不能存银行 你们的这种待遇我很不满意 我要投诉你们 我原来是银行没地方放啊 诶 钱太多花不完啊 王小黛 你瞅啥呀还不快去花钱 老爸我想问一下 你到底有多少钱呀 老爸按照你现在一天花光两千亿的速度 起码要花一千元 你看看你多没有 让你一天花一千亿你都花不完 现在马上出去给我花钱 花不完不准回家 阿一千亿管家你快帮帮我吧 我爸让我一天花完一千亿 花不完不准我回家 可是我真的花不完啊 少爷不是我说你 你看看你买的那些东西 什么十个亿的房子 五十个亿的火箭 还有那些破有艇破飞机 按照你这么买当然花不完了 怪不得老爷要生气 在地球上我能买的全都买了 老爷的钱在地球上已经花不完来 对呀 是个好方法 八十年后 老爷终于回到了地球 回到了自己的家 哈哈哈哈 王小呆 这老头你谁啊 给我出去 要不然我报警了 小兔崽子 我是你老爸呀 老爸 是我老爸 您怎么变得这么老了 九八十年 你这个白眼狼跑哪去了 什么 八十年 这不才过去两年吗 管家呢 管家没告诉您 我两年后就回来吗 管家早就不在了 说你这么多年跑哪里去了 老爸 我干你为花钱而烦恼 很心疼你 所以我把您所有的钱都拿去月球上去了 那里建造了一个我们的城市 什么拿到了月球 你多少给我留两亿啊 你这败家子 你老爸我这些年经常都吃不起饭 可是老爸我在月球上才待了两年呢 月球上待一年 地球是四十年呢 啊 原来是一场梦里 爱你去哪 我要去给你花钱的 您不是让我一天花光一千亿吗 算了 你别去花了 这种事还是我来吧 假如点赞可以当钱花 老板 你这汉堡多少钱一个 不贵不贵 只是要五十个点赞 啊 你们这居然可以点赞支付 太棒了 你等一下 我先就发个视频 哈哈哈哈 这才几分钟 我就收集到了一万个赞 哎 老板这个超了怎么办 没事没事 多退少补 汉堡是五十个赞 退给你九千九百五十元 您拿好了 哎呀 我发财了 哈哈哈哈 那老板你这里的汉堡我全部买了 买什么买 你不准在这家店买东西了 这家店已经我收购了 以后买东西要经过我的允许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儿子吗 什么 我儿子 他又是我儿子 我早就不活了 他是我们的小混混 简直就是强盗 他要很低的价格抢买我的店 我不卖 他就要砸店了 哎 哎 你们在那里嘀咕嘀咕什么呢 不是 你这个人真没礼貌 你懂不懂什么是自由贸易啊 人家不卖你还要逼着卖 你是强盗吗 小屁孩 你想多管闲事是吧 信不信我教我哪十万兄弟揍你啊 哼 什么人啊 喂 是小张叔叔吗 我找我爸 对 是王局长 什么 王局长 他爸 诶 诶 误会 人来是王局长的公子啊 我正常价格买 把你这店铺买下来多少钱啊 十万个赞 好 我买了 谁叫我点赞多呢 我把这家店买下来 我就砸这玩 诶 就是玩 气死你 真看不惯你这负嘴脸 老板 别卖给他 这家店我买了 就你有我这么多点赞吗 小孩子少吹点牛 宝宝们我们一起守住这家店吧 你们给我充了